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Chanel 22的Review 我都用了幾個月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它好不好用 值不值回票價的話就看下去吧 哪個Baby當時有看我的unboxing影片 如果有的話就在樓下給我舉手Emoji 如果沒有都不要緊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方 你拍完影片就可以去拍那個影片 我這個包包是中尺寸 黑色 黑色是銀色的 我特意選了銀色的黑色 打算是稍微一點 其實金色也很漂亮 不過我覺得金色的黑色我都太多了 所以這次就選了銀色 先來看看我這個中尺寸的容量 目測這個包包絕對不小 要裝的東西應該都可以裝得到 即是說你的日常用品 不是你的外套 頸巾等等 那些是要再大一點的包包 但如果你說日常出門的話 絕對沒有問題 旁邊這裏也不是太厚身 所以背的時候就不會降得很遠 也不會整條街裡走光 但絕對是可以裝得到的 我們現在看看裡面有什麼加貨 我沒有裝滿滿 其實現在還有大半個包包 我裝到這裡 上面那邊還是很flexy 刺的 正常我會裝的東西 即是說上班 這個麻雀包 裡面有化妝等等 水瓶是沒問題 遮都沒問題 不需要特別自私 長銀包是不用換 沒問題的 紙巾 多少包都可以 不用省著放 裡面還有一個sipper包 對面沒有包 只有一個sipper包 裡面就放一些細微細眼容易找的東西 例如鎖匙包 甚至乎電話 都會放在這個sipper包裡面 你說裝完剛才那些東西 還裝不裝到iPad或者電腦呢 iPad是可以的 我試過 裝完剛才那些東西我還裝到iPad 電腦我就沒有試過了 因為真的很重 但我都要提一提大家 如果你裝我剛才那些東西 再打算安裝iPad的話 你真的要考慮這條帶會不會很相關 因為袋子會變得很重 這是鍊帶來的 它亦沒有leather strap 所以兩條東西是硬著在肩膀 然後袋子會墜下去 如果太重的話 我都不建議 你放一些絲巾 例如你怕冷 可能會變得很重 那些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你說有水瓶又有遮蓋 然後有iPad的話 那就有機會過重你自己就背得辛苦了 剛才告訴大家 裡面有一個sipper包 沒其他間隔了 一個大孔 但它是這條東西 有扣子 它另外是給了這個東西 而來的時候就扣在袋子裡 這個東西是可以拆的 即是可以當作一個錢包 另外去使用 這個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什麼厚度之類的 是扁平的包子 但我自己就沒有用的 因為袋子第一 不是老年那麼大 不會找不到東西 除非你的東西是很細微細眼很細粒 但如果我的東西很細微細眼很細粒的話 我已經放在這個麻將包裡面了 所以我沒有太細粒的東西 而袋子本身雖然橫切面都很闊 但因為厚度不厲害 所以你去找東西的時候空間是有限的 所以我都未試過找不到我要找的東西 這個包包我有點嫌疑它 阻礙我的空間 所以我自己就沒有用的 準備背上身給大家看 但我想先說這裡 這個位置有一個扁扁扁 後面這個位置都有扁扁扁 其實不用的時候就可以這樣扁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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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旁邊背後 手肘是它的袋頂 不會太長 拿東西也非常方便 拔開已經是 因為中間只不過是磁石貼 拔開就是 拿完要拿的東西放回去就可以了 第二個背後 很多明星都這樣背 我自己都很常這樣背 比較方便 就是把鍊帶一邊拔下來 也只背一條帶 當然重量會再重了 這裡的硬也會再硬了 所以看看你高貨什麼 還有這邊的皮的磨損會比較嚴重 因為是你聚著一條邊 如果這樣背的話 第一 我覺得有鍊帶拔下拔下拔下 是不錯的一個風格 第二 就是拿東西的時候不用把一條鍊 在肩膀拿下來 再這樣塞著手 如果要拿東西這樣背的話 是很方便的 因為你擦開的時候 就要拿自己的東西放回去就可以了 這個袋子說真的 是我Chanel裡面出現最高的一個手袋 但其實它進入我的收藏不是很長時間的 幾個月左右 但它出場率已經是最高了 因為有幾個原因 第一 我覺得它Casual 即是無論你上班 它又不在乎到那個點 因為它始終都是皮 它不是在乎到那個點上班上不了 你上班都可以 但你去街又可以 即是不需要很用腦去搭這個袋子 第一 我就喜歡它這個東西 即是比較Casual 很多場合都是可以用得到的 第二 它可以放到我Essentials的東西之餘 袋子不太大 又不太小 即是它未去到裝完我的Essentials 它沒有位置走斬 即是我要慢慢組裝那一種 又未去到老年這麼大袋子 還有很多位置剩 我不知道要裝什麼 或者很瓦炸 我覺得它的尺寸是非常好的 即是很日常 但又不會過大任的角色 你知道是女人的 太大又太大 太小又太小 經常都好像自己沒有袋子用 但這個就是很多時候你不知用什麼 貪方便的日子 亦都可以用它 而覺得不突兀 亦都沒有什麼要嫌棄它 第三 拿東西都方便 因為你抹開袋子就是 沒有什麼flap要開蓋 沒有什麼lock要拎 所以使用起來都是方便的 這幾樣東西加起來 它就是我出場率最高的Chanel 有優點都有缺點 因為沒有東西是完美的 否則我們買一個袋子就可以了 只不過我們看看我們喜歡的優點程度 可不可以蓋過它的缺點而已 第一個缺點就是 我想多少人都會關心的 這個袋子輕不輕 重不重 這個袋子有點重量 未到你拿起來想丟下它那一種 但它本身有沒有重量 它有重量 因為它是皮 它是小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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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比荔枝皮是輕的 但是不是輕呢 不是 因為第一 它的袋子這麼大 雖然裡面已經不是皮 只是外面是皮 但它這兩條線也有份量 它不是薄薄薄的 是比較厚 因為要配袋子 這裡也有硬件牌 還有標籤 袋子也有差不多大 所以它是會有重量的 所以我剛才說要安裝iPad或電腦 我是不建議的 要不然會勒死你 這個就是那個單位 未去到很輕 但我覺得這樣 要看你要裝多少東西 因為我剛才的東西來說 我如果上班的時候 回家的時候 我是OK的 如果揹著它去外面的話 我未必會帶水瓶 有時不下雨未必會帶傘 也是OK的 如果你不太多東西來說 是舒服的嗎 但如果你想買這個袋子 而是裝很重的東西 也裝很多東西的話 你就未必會喜歡它 因為在最後這裏是會有點膩的 第二樣東西就是它的wear and tag 我買完袋子之後 有幾個你們就問我了 你的wear and tag是怎樣的 我買了幾次之後 這裡化開 哪裡化開呢 這裡化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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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四個位置 因為沒辦法 那條chain這樣 它是支撐重量的 而這個是皮 這樣日鬼日揹著 這裡便會磨損 如果像我剛才說的 你揹一條帶的話 最小的重量在這裡 這裡的磨損會厲害很多 亦都快很多 說真的 這個袋子我都揹了 我想都有幾十次了 但我現在一看 因為我暫時都還可以 未有很特別的磨損 我看到暫時是OK 正常 當然不會好像買回來那麼新 但我暫時就沒看到磨損 第一 應該跟我不揹一些超重的東西是有關係的 第二 我多數都揹單邊帶 我有時會揹兩條帶 但我想我30次裡面 穿了20次我都揹單邊 但我看到後面的位置 都沒有特別有很厲害的磨損 我不肯定是否這個Channel 22的質感都一樣 我只可以告訴大家 我暫時還是OK的 但如果大家擔心的話 上網亦都有一些保護的東西 可以塞在裡面 保護這個位置 當然如果你想買這個袋子 但我很擔心這個位置 會這樣磨 會不得了的話 可以買那些保護 我自己就沒有用的 因為我不能用 因為如果我用的話 我就不能真實告訴大家 究竟我揹了幾十次之後 會怎樣 所以我自己就沒有用 而且我沒有用 因為袋子是用來用的 人是用來疼的 所以既然我都買了 我就享受它 除了這裡之外 我看到我的角位 因為我剛才說 袋子不是拼得很出 即是這裡不是很厚 我看到我的角位還還OK的 未磨的 不會不磨的 但起碼還未磨 但第二件事 我看到有一個位置是花了 即是我的雷射眼 好像我們做luxury的樣子 我反而這個袋子的這個位置就花了一點點了 我記得我背了幾次就花了 大概五、六次就花了 但我沒有藏著牆地走 或是沒有去磨什麼 但 somehow花了 我自己覺得雖然它是小牛皮 會比羊皮耐一點 但也未去到荔枝皮的耐性 但如果去到荔枝皮的話 袋子應該未必那麼好看 因為荔枝皮不會太重 而且袋子會很重 所以我覺得每樣東西都很好 每樣東西都 它是小牛皮比平時低一點 但也會有花這個狀態 我自己去看的事情就是 我覺得它是這個皮 初初我以為是羊皮 我跟SA確認的時候 原來是小牛皮 這個是比較軟一點的小牛皮 所以會花我都期望當中的 只不過是否這麼快去花呢 那我就覺得那天看到就有點發花了 但也跟自己說你會用的 去享受它也沒辦法 只會用越多的時候 它的耗損越強烈 反正它花了就享受它 不用寶寶它 究竟我有沒有推薦Chanel 22呢 其實我是推薦的 不過大家記住 不要因為衝動而買大大型 因為你真的要去店鋪試清試楚 大大大是我們LUXURY那邊收過的 長的 比較長一點 不是闊一點 比較長一點 所以變得很深 如果你沒有那麼高大 你是無法遮住袋底 還有你揹著的時候好像走爛一樣 當然如果你高大是沒問題的 還有如果大大大是比medium大大重很多的 這都要有留意 如果你小一點可以選小 size 如果你跟我差不多的那些東西又差不多的話 可以選中 size 我知道中 size是最流行的 那是我為什麼那麼喜歡這個袋呢 除了剛才的原因之外 有一個感覺它可以給我 而那些感覺不是其他Chanel包的 我用得很舒服 它可以給我那種舒適自在的感覺 是一個no-fuss的袋子 也不是太多花筆 皮膚和標誌 甚至有些寶寶可能覺得這個設計很適合 但有時就是因為它沒什麼設計的時候 看上去第一眼就覺得有點適合 但因為它比較清潔 看上去就覺得OK 反而是比較適合看 我自己覺得我用這個袋子是舒服的 因為第一 我不需要去低寶寶 為什麼Chanel其他袋子我不太用到 或者頻率不高呢 就是因為我工作到5分鐘後要出去 然後衝出去就想要用什麼袋子 很多時候都想用小袋子 但一想到不夠時間 把那些東西低寶寶 把銀包的東西搬到卡住 把那些什麼什麼抽出來 然後還要去組裝袋子 不夠時間我就覺得算了 我還是揹回我揹著那個袋子 然後這個袋子就沒有那些 很舒服的感覺 然後出去的時候我又不怕什麼 哎呀 是不是會刮花 或者怎樣我又要鏡子疼著它 或者我自己拿東西很不方便 它完全沒有那些 所以我一路用的時候 我越用越喜歡 越用越覺得越舒服 越用我覺得它越值回票價 所以我推薦 因為老實說 有些東西它是漂亮 但是你用的次數不頻繁 它不是叫值回票價 因為我們說的cost per wear 你是要脫掉它很便宜才值回票價 我很多其他的袋子都不可以用值回票價去形容 只可以說它經典 我喜歡它的lock 或者有些場合我會用得到它 然後是我的系列 但是這個是真真正正的一個Chanel 我是用得到的 我是很多時候都會用得到 不是只是用得到這麼簡單 很多時候都會用得到 所以我是越來越喜歡它 也都越來越享受它 我也都不介意它什麼wear and tear 因為wear and tear 說真的 is part of your experience with the bag 你沒理由你用了100次 這個袋子還是很新的 它應該都要有它的痕跡 應該都會說給你 所以我又不介意它有wear and tear 但當然那些wear and tear不是離譜 可能兩次它是脫開、抹開 那些不叫wear and tear 那些是手工的問題 我經常在這裡花了一點點 那邊花了一點點 因為你用它的時候 這裡磨了一點點 那邊磨了一點點 我不是太介意的 因為都是那句 也是用來用的人才愛的 所以如果你買了這麼多錢的東西 為什麼不去享受它 Life is short 這個袋我是非常推薦的 但當然看你自己覺得它值不值 因為我一月買的時候是41,000元 然後隔了幾個月 未去到現在的 兩個月之前都已經加到46,900元 即是47,000元 即是我們四捨五入 其實都加了幾多 我一看到的時候 又加了幾千 但是它10%起跳的時候 它的基礎不用說10%就很多了 我自己覺得如果真的喜歡的話 有預算許可的話 就去入手了 因為那些東西沒有越來越便宜 是越來越貴的 所以如果你加了又覺得 他加了我看的時候是41,000元 但我也是那句 它不會越看越便宜 所以如果真的喜歡的話 可能它次加價之前是要入手的 這個袋我自己是非常推薦的 我亦都保持得到自己將來會繼續享受它 甚至我喜歡到那個境地 我是在考慮我遲些是不是要買一個TWii version 跟這個有點不同 然後繼續享受這個風格 我都歡迎你留言 大家覺得我是不是要買另外一個Version 喜歡到 TWii version? Is it nice? I don't know 你留言留言 你覺得我買不買有消耗我嗎? 我們下次再聊了 Bye Bye 大礙 我會看到你 我會聽到你們 你會聽到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